然后明年就是主要说嘛 19年还能申请的语言学校 那现在的话 27号东京路管局递交 这个19年4月生的申请材料到路管局 27号下周二 对 所以那正常这种递交的大部分学校 99%的学校都会就是结束了 然后稍微提一句 就是如果你的所有条件都满足 日语也有证书或也学了 然后就飞翔走19年 4月的话 只有我们这边常申请的话 只有一所了 就先脱股 比较适合高中生去 它是只抓4月和10月 然后材料的话 对 先从不得本校 西校因为是跟其他学校一样 都是下周二计递交 所以来不及 那本校的话 稍微的松理鞋 他们的递交时间 没有那么严苛 所以他们随地随交的状态 还能稍微再送一下 但是如果报名的话 也要马上开始做材料了 就是材料 基本上也是12月 12月就要交了吧 再不交 对 就来不及递交 不管就是下载流了 对 如果递交早的学生 他们应该会分个两三次去递 然后递的早的话 有可能比西校那种正常递交的 下载流还早 那如果是递的偏晚的话 那它可能会 西校的先下来了 然后本校的还没下 就到时候反正 出签的时间不大一样 出再留的时间 这个比较特殊 会不会出的太晚 然后赶不上4月开学 也有可能 但是像今年10月生的时候 就是这样 今年10月生有几个本校 今年入管就很奇怪 以前是一起交的 会一起下嘛 今年是同一批交的 但是今天下一个 明天下一个 后天下一个 是这样的 所以有的学生就下得很晚 然后连连星星的 就是复日晚了 但这个没关系 因为学校制度的问题 也不是只有咱一个人 所以就是晚几天复日 也没事 它出勤率从你入 就开学那一天开始算 对 所以没关系 对 晚几天也没事嘛 然后我们就 主要说一下 7月和10月 我手里拿了很多宣传册 这些也有 有的学校还有名额 但是我们原件 宣传册用光了 那种我就不拿出来说了嘛 然后这些 我随便挑了几个 这些是还有名额的 我们一个一个 跟学生分析一下 各个学校的特点 然后10月的话 年初申请也还来得及 对 主要是有名额 如果你想申请的学校 那个时候已经满了 那就没办法 但是材料上是来得及的 其他学校 如果你也可以的话 就是可以 那我们先说一下 东京宜仙 谢谢爆米花 东京宜仙 它叫 TOKYO Galaxy 什么language 然后这个学校的话 是学校法人 对 所以它的话 怎么说呢 学校法人 先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学校法人 什么叫财团法人 学校法人是 这个教学楼 首先它得是自己盖的 这个楼是自己买的 地是自己买的 这种状态下 才有资格 做学校法人 那如果是普通的 财团法人的话 楼可以是租来的 所以这是区别 然后 学校法人的 学校 它不需要交纳 那个消费税 就8%的消费税 所以它学费是多少 就是多少 没有税 然后第三个优势的话 是买定期券的时候 稍微便宜一些 具体便宜多少 也不知道 具体金额 大概是7折左右吧 别人花1万 你可以花7000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定员 是什么 600 600人左右的定员 大概30%是中国学生 比较国际化的 一些学校 然后地理位置 也不在像 新宿啊 高马啊 这样的地方 就那么繁华 它是在 日本桥那块 日本桥 还有一个叫毛抢丁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吧 然后日本桥 比较有名 在那个附近 他们周边的环境 是比较安静一点 高大上一点 不是说嘎啦 就是周边是公司比较多 然后宽敞的 大马路的那种状态 不像新宿高马那 走走起来 一步来 人挤人的状态 它这个就稍微的 环境 比高楼啊 大厦啊 那样比较多 学费我看一下 75.8万 对 对 这我就没找到 反正75.6万 这样是比较正常的 一个学费构成 算就是正常的 像正常学费 不高也不低的 对 我现在慢慢觉得 75万已经开始往低于算了 对 因为很多学校都是 78.9 80冒头 挺多的现在 80万的学校 越来越多了 对 越来越多了 不到80也都是 很接近80的那种 嗯 它是两个 普通课程的话 是75万 如果是准备教育课程的话 是79万吧 有什么不同呢 准备教育课程 就是这一年是算学历的 有一些海外的那些地区 香港是不是就这样 就是比较比 咱正常 小学初中加高中 是12年教育 那有一些国家 它可能就是 11年教育 少一年 对 少一年 在日本升学本科的时候 会受到限制 那他报这个准备教育课程 学一年日语的话 是算一年学历的 就是他可以有资格去 报大学了 这是他的那个特点 还有就是 咱们国内的学生 如果你 你不是学历上的问题 那也可以报 他这个准备教育课程 是他 比那个一般的课程 会多一些升学辅导 对 升学辅导的力度 更大一点 当然只是 他的这个 老家 他的学历 只是针对 高中生 对 那个学历 就是说 如果说 如果说你是大专 然后你想去日本 考修士的话 但是你那个 学历是15年的话 你读这个课程 也没法给你多加一年 对对对 然后准备教育 只有4月和10月 然后其他普通课程的话 一四七十都可以的 这是他们的这个情况 然后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像 什么生物日语班 对 生物日语班 然后那个 兴趣什么特色 这些东西的 感觉还蛮丰富的吧 这个学校我们也去过 在8月份去日本 拜访的时候 去过这个营兴 然后因为有学生 在那边上学嘛 就跟着他一起 过去看了看 进去确实有很多 那种不同国家的面孔 然后老师的话 全部都是中国的日本人 没有一个中国人 中国学生怎么对应 就是那个日本老师 会说简单的中文 对 说的稍微有点别扭 但是能听懂 他们也是为了 让学生就是努力去 去用日语来跟老师交流吧 所以说也有好处 也有坏处 可能你会一开始 觉得不是很方便 但是慢慢你过了那个 张开嘴的门槛 应该会锻炼的机会 比较多吧 嗯 他大概是能听懂 你的意思 对 然后可能说起来 稍微有点闭嘴 那种感觉的 也挺好的 对 这是他们的大楼 一整栋楼都是 对 一整栋楼都是 感觉很有钱的样子 在这种CVD的这种区域 对 CVD的感觉 对 有自己的教学楼 这个就是 教学楼 然后他们里边的那个环境 也是比较干净的那种感觉 就是浅绿色的一个休息厅啊 然后整个大楼啊 里边还有很多那个 就是自动贩卖机 在那个休息区旁边 对 对这样的比较高端的那种贩卖机 所以校舍的新旧程度 也是比较好 好像是刚搬了 家没有几年 所以教的楼还挺新的 然后 有电梯什么的 挺方便的 觉得这个学校 其他还有什么特色吗 你感觉 就是会有 会有那种商务吧 商务也很棒 嗯 商务日的 刚刚二日一半 对 对 对 然后 一开始这个学校 对于咱们的学生的话 然后是国内的事务所 老师会打电话 进行面试 然后后期 看我们送的学生 其实质量也挺好的 就比较信任 所以学生如果不是特别提出说 我要和学校老师沟通 然后面试 感觉比较放心以外 就可以不用面试了 是看简单 深情面面试 对 深情面面试 真的是大概这个情况 我觉得 sorry 吓得了一跳 你来讲一个吗 你对哪个学校 比较熟悉 你讲过 我那个 你偷冲吗 那我们接下来讲哪个 小花老师讲了很全 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就 等他没讲完一个时候 就说 讲得很好 我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就是下一个吧 就可以了 就是空懒的行为 然后我就 先讲我比较熟悉的嘛 因为有一些学校 我是没有去过的 然后有一些小学去过的 然后第二个 我们来 讲这个 嗯 试文会吧 按照时间来讲 七月还能走的学校 试文会应该也有名额 嗯 这个也是学校花人 它跟银行一样 也是学校花人 然后 嗯 学校的话 在那个日暮里那块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 就是这个绿色的圈嘛 因为它 东京有一个山手线 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那个地铁 地上的JR线 一个圆圈 山手线 然后 呃 在这个圈内的 就是东京会 他们会说 圈内是比较繁华的感觉 二环以内吧 那种感觉 然后 这个日暮里车站呢 就在山手线的 比较上端的一个位置 对 往左有池袋 往右有上野 再往右有秋叶园 就他离秋叶园什么的 都在一个圈上 然后往左 大概到新宿 就日暮里到新宿 20分钟 到秋叶园 7分钟 这样一个 一个位置上 学校法人是很便利的 都看那个离了远 觉得坐电池 20分钟 其实是很近的 嗯 其实成田机场 只有30分钟 就他们有个直达 这个学校 然后学校法人 当然他 不只是一个楼啦 不像一星 只有一个楼 然后赤门会的话 是好几栋楼 当时我们 去找这个学校的路上 就看到他的什么 四号管 五号管 什么什么的 很多 然后他也是分 本校和分校 虽然我们不确定 哪个是本校 哪个是分校 咱们去办法的 那个是本校 然后他在其他 这些某些楼里 是分校 然后本校的话 本校也是 就是高中生 什么都分 然后西校是 西校是本科生 比较多吗 反正学校老师 那边招生的时候 也是先会把学生 放到西校里 因为西校也是属于 就跟仙头鼓一样 属于那种 定点 交材料的 然后本校的话 是可以晚点 交材料的 就是随地随教的那样 但他本校和分校 现在已经全都满了 四月上 这个学校 为什么特别有名呢 除了他这个名字 特别像黑社会以外 他还有一个 就是历史故事 什么历史故事呢 就是卧鬼事件 在很多年前 我给你讲讲 好好好 在很多年前 有一个叫李秀贤的 李秀贤的 2001年的时候 这是个韩国学生 他在春门会 读书的一个学生 然后因为在 大酒宝 还是新大酒宝车站 在那玩的时候 然后看到一个日本人 要跳下去 握鬼吗 要跳下去握鬼 握鬼 然后他就去 挽救这个人的生命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跳下去 去救他还怎么样 就是他去救他的过程中 这个车来了 把他就撞死了 所以他为了救日本人 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就是 入管局也不是国家吧 就那种 就给他们发来了 有一个奖学金 对 李秀贤奖学金 然后因此 赤门会这个学校 也特别有名 他们在学校的门口 有一个专门他的墙 有他的设计榜 然后还有他的雕像 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学校 还蛮有名的 就是可能 觉得这个学校 培养出来学生很优秀吧 所以他们这个声望 也就温温提高了很多 然后学校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国家 就是你看这个 这个收服大厅这里 一个整个很长很长的 一个那个卡文达 各个国家 上面会贴着 内蒙古 什么你知道吗 内蒙古 韩国语 越南语 中文 然后可能有不同国家 老师在担当 就你去你什么语的 你就去你那边 跟老师叫 六七个的 感觉 他规模特别大 然后当时是去拜访的时候 那个中国老师 也是挺演奏系的 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下 当时是七月生吧 七月生 入学 当时就会有他们那个 小面包车去接机 把人家接过来 去报道 弄被子什么的 没有学生上课 然后所以我就带我们去看 参观了一下 一般留学课程的话 是一四七十 也是像一星一样 准备教育课程 是只有四月和十月 商务日语班 也是只有四月和十月 所以是这样的 但他的商务日语班 就是就职的一个班级 也不是所有学生 你毕业多少年 你都能去 然后他也是分 那个日语要求 和出生校的 比如说我想进入 这个商务日语班 那是不是二本以上的 本科学历 好像毕业两年内嘛 然后日语是 日语恩二以上 才能参加考试 进入这个班级 就是去了以后 你根据自己的意向 有学生考 生在学院 有学生要就职 根据你自己的意向 来进行分番 就是你日语好了以后 会有不同的班级 然后商务日语班 要比一般的日语课程 要贵一点 应该也是79万多 看一下 对 现在就跟一星一样了 看一下 没有这上面 那就是这个 应该是一样的价格 它里面有一张纸 单独有一张纸 这是一个schedule的呢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 它的特色的话 其实跟一星很像 就是规模也是比较大 校舍背部也比较好 大一倍 它一辈一千多人了 对一千五 一千五 二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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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就是 你是考本课也好 考大学院也好 就职也好 都可以选择这个学校 所以现在七月生的话 只能是 对 去分校 有同学想了解 东洋言语和 经济新宿 好 接下来我们往下说 一个一个来 然后七月生的话 经济的新宿校 还是可以生的 是在 是这个册子 花里胡梢的 经济的话 是非常非常大的 它 之前我确认过 他们的那个 就是怎么说呢 性质 学校法人 财团法人 当时学老师跟我说 我们是上师公司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单独烈了 这么一个一篮出来 我也没有特意去纠结 行 我就这么记住了 上师公司就上师公司吧 他们的校区特别多 看这个背面 大家可能看不清啊 我给大家念一念 最大的就新宿校嘛 然后有那个秋叶原校 新宿校和OLG校 其实是一个楼 对 但是它分层 那二三层可能是叫OLG 三层以上就是什么新宿校 他们是一个楼上 然后秋叶原校的话 在秋叶原那边 还有大阪校 京都校 神户校 宁古校 福岗校 对 有这么多校区 十二好几个 对 那我们平常多申请的话 现在送过的有 新宿 OLG 秋叶原 京都 神户 大阪 登叠都有 神户大阪只有一个 京都好像也只有一个 其他的话是新宿 比较多 因为 之前就是觉得 他好像满人了嘛 然后我就 对 就有一阵子 没有也有太介绍 然后其实他七月生 现在还是可以升新宿的 新宿还可以升 嗯 新宿校 大学升学 研究生升学都可以 然后也有上午就职班 如果是你 只是为了学日语 去考GLPT的 也有这样的 相应的班级 嗯 对 他是定员最多的一个校区 然后还有英语提供课程 嗯 这个我虽然去 也去拜访了 这是第一次去的时候 四月份 当时好像是 对 第一次去日本 拜访学校的时候 就去这个新宿校了 因为当时 正好是他们 入学报道的日子 老师特别特别忙 就简单单 我们逛了逛 嗯 现在可能有半年多了 稍微一起 嗯 具体的内容 就是整个形象 还在我脑子里 但具体的内部课程 什么的 我就记得 不是特别详细了 因为 呃 它的特点的话 就是 学费稍贵 80万往上的一所学校 但是呢 它的优势是 赴日前 就可以先交半年的 比如说 呃 我念一下啊 报名费2万 入学金5万 学费的话 每学期33 然后 设施费2万 活动费2万 这样的话 第一学期 你需要交的是 43万 第二学期 需要交的是 36万 大家可能一想 这不才79吗 79这是学费本身 因为学校 还要交8%的消费税 所以说 加起来的话 大概要85左右了 对 8864嘛 对 79加6 就是85左右 所以 它整个一年的学费 其实85左右 但它优势是我 先可以复制钱 先交半年的 然后去了以后再交 半年的话 第一次也就交个 不到 43 43乘以6的话 两万 24 对 两万五左右 这是半年的学费 是2017年4月开始 实施的这个学费政策 以后还会有大批的学校 就是 涨学费的 对 尤其是 消费税一涨 肯定都会再涨 对 以前5%的消费税 现在减着8%了 还有人听说 说会变成2%之10 但如果到时候的话 那其实 一二万的那种学校 它就是可能 会 对那个 比如说 老师的工资上涨了 什么地皮上涨了 各种都上涨 学费就相当于 慢慢的赤字 赤字这样的状态 会增加学费 地理位置的话 新宿校 我看一下 新宿就在西岛田那边 我记得 岛田言语不是很远 西岛田 西岛田 大学七百米 这是它的特点吧 如果你还有什么 没听懂的 可以加我们 小马老师的微信 然后是大瓦424 大家加一下 我们这都有 这种册子的电子版 可以发给大家看 然后什么时候交税 税的话 它不是单独算的 就是学校会 并且发这个 交学费的这个 叫什么 请求书 然后它会把这个税 Zay call me 它会把税一块 给你算进去的 你到处交一个总数 就可以 对 给学校会学费的时间 是付试前 一个月左右 就你再留和合之后 学校会把你的再留 和这个学费请求书 一起发电子版的回来 你按照学校的 要求的账户 给它汇款过去 就一起 学费和税 什么的都一起交了 东阳演艺的话 我们没有册子了 东阳我们没有册子 东阳的话 七月生因为已经满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 先不介绍这个学校 然后 七月还有名额的 比如说 精英 精英日本语 这个我们也去拜访过 然后它是在 新宿区百人町 这个位置的话 大家就知道了 什么美都里木啊 东宁国际啊 然后精英啊 都在这块 他们都是隔壁 东宁国际的隔壁 真的是非常隔壁 然后 新大酒保车站 它酒保车站出来 都可以 新大酒保车站 最近的走路三分钟 就在那个铁道旁边 这个学校的话 他们的颜色跟我们一样 就是淡绿色 带绿色 就是地理位置特别好嘛 属于财团法人 学费算是比较便宜的吧 现在 78万4 这是不加税吗 加税 应该是加上吗 对 它就有些普空了 加税的 那这个 这个学费应该不是特别准确的 我记得它选好 要21,600了 具体的学费要看那个最新的那个电子版的 这个纸质的因为是有一段日子了嘛 他们有调整 所以不是特别准确 然后本科大学院生育辅导都有 有1号馆和2号馆 我们当时看的时候 就是东京国际旁边是1号馆 1号馆是他们的老馆 就是在设施上稍微有点旧 然后2号馆的话要比较新 从1号馆走过去大概4-5分钟吧 5分钟的样子 那个2号馆的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它是比较新 第二它旁边有一个那种像 运动场一样的东西 就是可以去使用 挺好玩的 3号馆来吗 3号馆好像就不太用 然后中国学生的话占80% 其他的学生有内蒙古啊 越南啊缅甸啊尼巴尔啊什么的 这些 可能就会 80%是中国学生 说了外国人肯定就是东南亚人 对 欧美会少一点 这学校的话 中国学生比例比较多 所以那些学生就占20%吧 就比较少 他的话有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也稍微提一句吧 就是他们的理事长好像信基督教 对信基督教 所以他们会有那个每周一还是周几 会在学校门口发东西 就是鸡蛋还是发 有时候发鸡蛋 有时候发什么东西 就是不会说硬拉着你去信教 但是呢会发一些东西 类似想宣传 因为每个人虔诚的教徒 他都会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教会 所以怎么说呢 会有一种就是分发礼物的这种行径 但是不会说很强制说 你要来呀 你怎么怎么着 没有那样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那也挺好的呀 还能吃鸡蛋 对啊 免费吃鸡蛋 这个是这个学校 然后再说一下 7月有名额的话 系统同业 对系统同业吧 这个学校比较有特点 像前一阵子来拜访我们过 我们还没有去过啊 印象中它是蛮有特色的一个学校 小杜老师也还为了他录了一次视频 叫System系统业嘛 然后那个 它的地理位置和早前EDU很近 在世谷那边 世谷 然后范田桥 也不远 在世谷和范田桥中间 它规模不是特别大 但是这个 这个系统同业的这个集团的话 是安达集团 在日本是非常大的一个集团 就下面会有很多专门学校 包括那个观光的呀 什么 酒店管理的 酒店 对 然后设计的都会有 他们有很多专门学校 所以将来想去专门学校 学设计类的学生 或者什么酒店管理的这种学生的话 就就职方面 你比较有 有意向的话 可以申请这样的学校 那他学好日语之后 如果你去他们专门学校的话 会有各种减免 以及入学特别简单的那种 优势的条件 然后你再从教育学校毕业之后 去在日本就职就会比较方便了 那安达 安达集团下面那个 他说的有一个叫 东京设计师 对设计师 对 服装设计也有 然后美妆美发什么的都有 然后他的那个酒店 就还有他的那个旅馆 都在就是很好的那种观光的地区 比如说那个卡罗里沙拉那边 然后他老师跟我们说的是 如果是不嫌弃那边 就是太偏或者太安静的那种感觉 去如果你又就是 就是愿意愿的话 都是可以成功就职的 在清景泽嘛 对 对 前两天 我受小文老师 以及同学们的影响 我会从B站看一些 阿拉西的一些视频 阿拉西西阿嘎的那个 然后这一期就是那个 香叶雅记 小文老师的那个男神 他和他和的小伙伴 在清景泽 骑那个叫什么 摩托车 然后逛 就觉得清景泽 在这日本人的脑海里 是一个非常 有小字情调的一个地方 度假圣地 度假圣地 环境特别优美 然后他有一条路 我看起来就像美国的那种 两边很空旷 然后全是石头 中间有一条小马路 那种场景 特别好 对 其实这个地方是 很有sense的一个地方 这是他们专门学校设计 我稍微那个 读一下 动漫插画游戏日语课程相关的 然后第二就是观光酒店服务日课程相关的 第三是经营IT商务日语课程相关的 第四是时装娱乐日语相关的 就是他们各涉及到的专门学校的情况 人家还挺广的 基本上都有 对对对 想去哪方面都可以 他的学费的话 一年是77万7千 就777 非常好一期 而且可以半年付 这是他的优势 他虽然学费不是很高 但是还可以半年 上半年的话是46万5 下半年就是312万2了 对对完全是70万2 以上也有470以上没有医院 所以大家想有这种方面考量的学生可以选择这样的学校 对牛学院强烈的学生可以考对一些 对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制补同业因为比较国际化嘛 30%多也是 然后再说一下另一个极端的就是太阳树 太阳树这个学校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学生 之前老师来也说 就是能够在东江地区做百分之百中国学生的学校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学生的成本比较高 然后他们因为是主打升学的学校嘛 所以就指教中国学生 因为中国学生是最爱学习最爱升学的 那越南什么缅甸的一些学生 他们升学意向比较低一些 那只做中国留学生是非常累非常辛苦的一个学校 因为你主打升学的话 你相关的升学课程就要很专 然后他们的话现在就是 有那个精英班保证班和普通班三种情况 如果你是普通一点的成绩的话 你就是想说我就考一个一般的大学我就满足了 那就可以报一般的课程 如果你成绩还不错 如果想挑战match级别的这种学校的话 可以报那个精英班 然后如果是我挑战国公立大学 或前二十这样的学校的范围的话 可以报他的保证班 但你可能说我想报保证班 肯定都想报保证班 那这样怎么才能让你再进保证班呢 是要看你的学习情况的 你的学习成绩高考分数 或者会考分数 以及他们入学的时候会有一个笔记实验 能达到一定要求的情况下 你才能进入保证班 对 因为他要签保证协议的 你要是不成功 学校还得有个说法的 所以他不能退费 对 他不可能说谁谁来 我都到保证班 行 保证你进去二十 对吧 这也不行 类似学校也不行 然后这个上课肯定就不一样 就相当于说你半天学日语 半天上私塾 那私塾的课就是安排的还挺多的 比如说上午上完日语 中午就还同样教学楼嘛 然后我没记错的话 监阳班是周一至周五 到晚上八点 保证班的话是周一至周六 到晚上九点 你就想国内参加高考什么样 这就什么样 基本上如果你想参加这个学校课程的话 就是就是以学习为主 基本上就不要考虑打工了 对 那就没有时间去 再会让你去打工了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 你想抱这样的班的情况下 第一你得学习好 第二你得有钱 可以家里可以承担你在那边的生活 一切的费用 嗯 生活学习 你才会安心这样的学习 不会有那种 其他种七七八八的那种 琐碎的杂事来让你担心 这个学校的学费的话 一年是74万5 这是不含税的状态啊 要加8%消费税 大概也要78左右了 然后如果是加监英班的课程 是加50万 再加如果你是保证班的课程 是加60万 所以说73万加50 是120 12030万 对 一年的学费 就是加40 如果是你不想 就是你报一个普通的语言学校 然后如果你想报45的话 其他那年大概也是这个价格 可能这个还稍微不远 因为语言上自己有可能 就是他要付他的这个私服 是他自己本身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做私服出身的 所以说 就是感觉老师的这种质量 还有就是老师的这种 教课的这种稳定性 都会 其实都会比外面私俗要稍微好一些 而且你不用特意去协调上课时间 对 因为如果你报他的经验 或法征班 肯定日语和这个是不会冲突的 那如果你报外面的私俗的情况下 有可能你外面私俗 和你上日语课的课程是一样的 你又不能不去上语言学校的课 上语言学校的课 因为毕竟是出勤率很重要 那如果你要是只上语言学校课 你又觉得他私俗不行 所以这个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第二它减少通勤时间 你可以就是把所有时间都放在这上面 不用去定期卷啊什么的 花很多时间和钱去通勤 然后另外它这个 还有托福和托业这样的一些 英语方面的课程 这个我们有电子版 大家如果想用 想看的话也可以发给大家 目前四月可以招 十月也可以招 我稍微说一下要求哈 有写 保证班的话是各省高考一本线 就是百分七八五的情况下 一本线以上的学生是免试的 就直接可以报 一本线以下或者是高三的 再读的学生的话 要参加学校的校内考 而入学的时候要达到N3以上的日语 所以这才要求 这可以保证的是什么呢 最难 百分之三十的活功力 以及私立 早大 庆英 上志 这些的 然后这保证班 精英班的话是 七百五以上 高考分数满足 四百五以上的话 可以进入免试的保证班 如果四百五以下 或者是高三学生 没有参加高考的情况下 要经过数学英语的选拔 入学时 也要达到N3以上 然后一年时间 考入日本的国公历 March 观光同立 这样的有名的私立不可以 然后大部分老师已经下班回家了 他并没有在 对 现在都几点了 都七点半了 大家肯定要下班了 对 然后 太阳树的话 它那个地理位置 其实不是在那种 特别繁华的那种地带 但也不是很远 就是相对来说 周围环境会比较安静一些 它是在那个叫 北泽 下北泽 然后是 去东京 去新宿嘛 新宿算是中心一个点的话 大概二十分钟 没有 十分钟吧 十分钟 坐电车去新宿 要十分钟 所以还可以 因为你就在新宿的话 住宿也不大可能在新宿了 因为 要通勤 对 因为你学校在新宿的话 你的房子要还租在新宿的话 就会比较贵 所以说 像北泽 就稍微撤出来一块的话 我觉得还是 比较理想的 然后周边是比较 居民区稍微多一点 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跟市门会有点像 日暮里那边也是这种 居民区比较多 特别安静一点 然后说是富人区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们下次去拜访的时候 一定会去这个学校看一下 上次是因为他们 好像是老师没在 然后来国内出差了 正好没赶上 这个学校因为他升学做得挺好的 所以 对 学不升学会比较多 因为这种那个 留考辅导嘛 多一些 大学院的话都是不收费的 大学院的时候辅导 就是告诉你 怎么写言语计划书啊 怎么面试啊 然后怎么联系导师啊 一些这些方式方法的一些辅导 因为大学院辅导 其实要比本科难 本科你学什么的都有 然后你考大学院的话 你学建筑 他学化学 然后有的人学经理经营 所以老师不可能说 把大学什么什么老师都给你配齐了 给你讲专业 那些不太现实的 那些大学嘛 在每个学校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 那他们能做的就是说 这种方式方法 告诉你怎么联系 然后怎么写经话书 写完以后怎么改改什么的 这些东西 你想找大鹏老师的话 可以微信联系他一下 对 你跟大鹏老师留个言吧 对 那可能这会儿应该 应该在公招车上吧 他应该还没有到家 可能回的会比较慢一点 你先跟他留言 要是非常紧急的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上面提问 行 然后我们说一下 这两个学校 可能大家没有太听过 叫YEA 学费不是很贵的一个学校 对 这个学校的话 就如果你想找一个 普通一点的语言学校 然后学费稍微便宜一点的 就可以找他 然后他的学费71万 刚刚咱们说的80多万吧 对 这个是71万 而且是含税的 含税的 不用在家 你只挖消费税 然后他是可以契约的 是最前一个了吧 算是 算是最低的 他们的东京校的话 也是高中生考本科的 生育辅导做的比较好一点 然后自己学校有那个 动漫的体验课程 因为是刚开不是很久 上次老师来的时候 说他们的理事长 校长就是这方面的专业的吧 所以他们很希望学生去体会 他们这个 动漫的课程 他们的地理位置在 潜草桥 潜草桥就是离翠燃很近了吧 应该是 然后上次之前咱们申请的一个学生 他是日语系大专生 有关注我朋友圈儿的同学 可能知道发过一个成功案例 就是申请的这个学校 对大专生 然后他是日语系的 然后去了以后 考到了那个奇遇大学 国公里的硕士 直接考到了硕士 就是没有 没有再多读一年研究生 没有 就是直接 直接考到了那个修士 然后其实 怎么说 就是比较典型的成功案例 因为很多学生都会问 就是都会 大家都知道 大专生 直接去日本专生说的话 会比较难 然后他们就会比较关心 是不是需要 我去了以后 需要多读一年研究生 然后才能 在那个参加 生学考试成为修士 但其实他每个学校 情况不一样 像就是 申请成功的这个学生 他申请的奇遇大学 其实在国公里的大学里面 排面也算是蛮好的 所以说 就是 如果有这种 专生说想法的学生 不需要前期 不需要担心太多 你就去了以后 你多尝试一下就可以 你不尝试的话 永远没有机会 而且就是 担心太多的话 可能反而会阻碍你去 往学校 对 大家要积极尝试一下 大家能够带个N2证书 然后日语有一定基础 玩意本身是日语系的 稍后日语系 那去了以后 提到日语之后 突然写计划书了 写计划书 就是去做资格审查 那你提交一下 你的学历 成绩什么的 给奇遇大学 他判断 你有能力去参加 他的这个考试 他就 你就可以去考 其实 他就是 大家提交的这种 资格审查的话 他其实并没有一个 特定的标准 对 就是其实老师 日本老师也会看 看你各方面 然后他会 来一个这种 其实算是比较主观的 一个这种的 基本上就导师接收制 那学院的话 就导师愿意带你 其实就能过 对 所以说 还是说 多尝试一下吧 对 行 希望所有大专生 去和都能成功的专生术 七月生 基本上也差不多 就介绍完了 大学院是 四月入学多 十月也有 但毕竟还是少数 对 所以私塾考研的话 私塾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私塾的话 反正就是 你去了以后 你根据自己的专业 然后多听几家 比较比较 选择哪一个 更适合 因为可能每个私塾 他的这个 切成课目 对都不一样 有的就是理科好 有的可能就是 那种经济经营方面 比较好 所以说要多比较一下 对 有的自俗 他就是专做经济经营的 然后有的就是 什么理工科 可能比较擅长的 主要是看导师 他聘到的这个 对 讲师 就是特别有能力的 然后本科生文科 艺术修饰吗 是换专业吗 如果是换专业的话 可能会有一定难度 因为 艺术 艺术生考试的话 他都会要求你提交作品级 你要是没有一定基础的话 估计很难 刚才一个学生为 签业大学 有附件一年就叫吗 签业 那我们就推荐双业 双业日本语 双业的 每一期都会有学生三期 双业的话 只有四月和十月两期 我记得是 对一会儿我们也把这个学校顺便摔一下吧 时间比较紧张 那我们就大概说这些吧 然后我们说一下十月生可征生的学校 十月生的话 比如说东京中央 东京中央有TCG 然后他的地理位置在新农丁 就是先速往右 做个一站是两站来着 在那个地方 出门就是他们学校 然后这个学校的特点 就是他们招生老师是日本人 但是娶了个中国媳妇 所以中国中文说的特别好 然后面试什么的 就会站就是那种日本人的思维 他会站在将来升学的角度 给你要求这个学生 是不是适合来日本 或者说几月适合来日本 那有些学生可能 比如说我七月没赶上 我申请十月生嘛 我是本科生考大学院 那大部分学校的话 就是N5水平就可以申请了 但是他们是觉得 本科生考大学院 如果你日语 复日的时候达不到N2水平 将来是非常困难的 升学的时候 所以他们会对照这个 招生的标准 就比入管局那边要高一点 所以如果你想生十月生 那日语 他会给你安排一个计划 那现在如果申请名额 我还没有到N2没关系 那明年七月 考N2证书 你觉得怎么样 你有信心吗 之类的 就会说你要可怕 我不要你了 就会一直 也不能说逼着你去学吧 就是会一直多数人 对 也有一些学生 就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学校 他会觉得 老师是为我了 我考虑 他很负责 他才会这样 那有的学生 就被这个吓倒了 那你就不要选择这个学校 他每次希望收到那种 就你真的是 是来学习 是来同学 能够按照我的计划 一步步走的那种 而且不是说 前期说的多夸里胡说 我一定学习 但是面完试完了以后 就可以放心地玩 对 他其实就是会要求你 一步一步地提升自己 不会说让你出国之前 在这里傻玩 他不会这样 而且他的那个 就是TCJ给的合格通知书 会给你备注上 你几月考几集 几月考几集 对 基本上就是没有 很少有那种 不带红字的 都是会给你提两三个要求 比如说 你要参加几月的什么考试 必须拿到一个什么证书 然后你这个证书考出来以后 接着下一个证书 还会让你接着考试 所以说就是 相对比较严谨 对 这个学校 然后韩税学费是79万8 不到80 韩税 这是韩税 然后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入学的时候 可以直接奖学金 因为想要接收到比较好的学生吧 所以高考分数能够达到70%以上的学生 可减免入学金和选考料 这就什么意义呢 选考料2万 入学金4万 所以说如果你达到70%的话 能减免6万日元的学费 第一年我就可以不交这些钱了 然后将来如果是考入日本名牌大学的学生的话 毕业的时候有10万日元的奖学金 支付的条件是最终学历毕业后三年以内应在TCG学习一年以上 出勤率90%以上的学生 考虑奖学金的话 其实学费也还可以接收 对 79减去6的话 73万4 也是算差不多30 比较便宜的 然后这个学校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其他地区吧 然后东京周边呢 有像刚刚说的横滨有千业这两个地区 这两个学校是比较有特色的 一个红一个蓝 然后这个 刚刚我们不是讲了个YAA吗 和这个横滨国际其实是 一个学校 然后一个是中间校 一个是横滨校 中间校的话 可能针对高中生考本科比较合适 那横滨校的话 就针对本科生考的学院比较合适一些 学费是一样的 也是71 所以非常非常便宜 然后它的 就是怎么说 学费便宜以外 住宿要比东京稍微好一点嘛 他们的宿舍 有一栋是在学校旁边 大概一首歌的距离嘛 然后非常近 但这个女生宿舍条件好 所以说很多学生住进去 就不想搬走了 那就不会退租 所以弄弄的就是 很少有学生能够申请到这个学校 因为没有几间嘛 所以大部分还是 学校会帮忙介绍合作宿舍给大家住 它的宿舍是一个特点 然后主要是针对本科生考大学的比较好 红冰的话 大概房租能比东京 便宜 5000到1万吧 比如说你在东京是4万到4万5左右 那红冰的话 3万5 对一个月 就这样 然后这个学校 千叶 千叶地区的双叶日本语 然后当时我是 它那边本来也没有几家学校 我分析了一些 其他学校的话 越南人非常多 那这个学校的话 中国学生还是比例比较好的 它跟东京的东西日本语是 姐妹校 东西日本语 大家也听过 East or West 然后它的千叶地区有这个学校 就所以说 整个学校的这个集团的 氛围是比较严谨 也是比较严谨 那个东西日本语的老师 我是见过的那个日本老师 就是不能有纹身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学校有这个要求的 不能有纹身 因为有纹身会觉得很可怕呀 什么的 这种感觉 它只招四月和十月 所以这次是四月没赶上的学生 如果想去千叶地区的话 可以选它的十月生 然后千叶的 双人间大概三万七 单人间是五万八 是学校的宿舍情况 它的学费的话 如果是综合日本语 一般升学课程的话 是七十万零九千 就是不到七十一 还是很便宜 如果是升学课程 比如说 升学特别课程 和大学院升学课程的话 七十八万九 是生存辅导会做的多一点 哦 也有七月生了 哦 有诶 sorry啊 有四七十 有四七十 你可以走七月 这是简单一介绍吧 时间不多了 我们再说一下其他地区 比如说大阪 大阪介绍两个 七月生还可以申请的是 OBKG 就是大阪文化国际学院 这是新的全团策 这个学校的话 在天马那边 学校规模大概四百人左右 相对其他大阪校区的 我们常退的学校来说 它规模比较小 然后 但是呢 小会小 就是因为小 所以老师对每个学生 都照顾的比较好一点 就是能够知道每个学生的名字 最后将来要升学的目标 而且 他们校长的话会参与面试 每个学生都会 都会校长亲自参与面试 同一个重视到这种程度 对 对 对每一个学生的挑选都非常重视 希望是 他们现在的升学率是百分之百 当然也包括专门学校的 怎么说呢 老师周六还会有轮流值班 然后晚上也会给大家做升学辅导 所以 他们就是挺尽心尽力的一个学校 我感觉 学费的话是 八十八 七十八 学校法人 这个学校也是学校法人 对 这也是学校法人 然后第二所的话是一路 一路的规模要比大法文化大一点 它是一千多人 因为它是专门学校 对 专门学校就像那个星宿童爷一样 专门学校里边的日本语科 那我们和一般的语言学校区别就是 它除了日本语科之外 它还有专门 它的专门的话就是 酒店管理这些的 然后商务就职什么的 这些都会做的多一点 它的学费比较贵了 八十九万多 但是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八十九万其实很良心 对 怎么说呢 它虽然就一个日本语科 但是它专门学做的非常 非常细化 比如说 我想靠 东大 京大 板大 这种国公立大学大 对 我是什么什么样的升学 然后研究生升学大 还有一般升学大 都是不一样的 虽然学费 一般课程 就职课程是八十四万五 如果是考大学院 或者是国公立 有名的这种是八十九万五 它相当于是把那个 私储的钱 一块给你加进去了 因为它是全天上课 上午 比如说上午是日本语课程 下午的话 就是那种升学课程 给你做的那种辅导 就是为数 没大有时间去打工了 为数不多的这种 需要全天上课的学校 然后时间也不大一样 如果你考这种 东大 京大 板大 这种有名升学辅导的 这种有名大学的话 除了上午上日之外 下午一点二十 一直到四点 四十五 就将近五点的时间 有什么生物啊 数学啊 综合科目啊 这些都有 托福什么的 如果是普通的国公立的话 也是上到四点四十五 然后如果是 研究生大学院 也是四点四十五 所以全天就八九万多 还蛮便宜的 只有这个一般课程 一般课程下午还有呢 它不是每天都有 一三五 下午上到三点钟 二四 下午没有课 对 那下午这种一般课程 上就主要是学日语 终极听力啊 什么综合活动啊 之类的 就不大一样 然后学校也是好几个楼 学校周边的环境蛮方便的 在南波 南波是特别大的一个站 旁边有邮局 区域所 宿舍离得也很近 所以它生活起来 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学校 大拜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学校只有四月和十月 有入播吗 有的吧 对 就是有入播 然后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 还没有申请的学生的话 想明年走就专注定校 然后找我们的小万老师 微信是大腕424 加一下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我们有那个采访视频 然后把我们的小程序啊 什么的都可以发给大家看一下 欢迎来找我 文化类的吧 好的 让我休息一下 喝点